日前才拿下第53届金钟奖 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的 廖柯毅前进新加坡 参加ATF影视展媒体发布会 一下飞机便马不停蹄地拍摄影片 跟全球粉丝分享新加坡的美食和美景 也接受新加坡电台的节目专访 坦言是思路之行 开启他的外景主持之路 亚洲旅游台这次特别在国际市场上 推出全新拍摄风格节目 意犹未尽 廖柯毅领军行销 吸引不少买家前来一睹他的风采 发布会上 乔玉曾在2014年 曾经共同搅逐金钟奖的客家节目 主持人陈明珠 明天还会参加比赛吗 金钟奖 明天 明天 明天参加我可能就没机会了 可以这么说 两人好交情 展露无遗 而谈到这次的金钟奖 廖柯毅当时还在丛林里拍摄 无法到场领奖 也借此说出感言 因为得奖的一个瞬间 我们是在电丛林里面 因为我们在追寻玛雅的地方 对 就是在那个玛雅古籍的地方 是登上了一个神庙 那神庙大概有70公里头 所以登上去之后 突然有训练 就开始收到那个剧院的简讯 对 那当然我觉得很感谢 感谢就是厅身委员他们的亲爱 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抓紧机会补上得奖感言 这次到新加坡 除了参展 也要上遍专访节目 就是为了推广台湾自制优质节目 也预告亚洲旅游台 将在明年2月播出 全新节目亦有未尽 请观众敬请期待 环宇新闻 综合报导 再次到新加坡的地方 再次到新加坡的地方 再次到新加坡的地方